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据路透社报道 今天中国与台湾的军舰 在台湾海峡中线继续对峙 而且中国的军舰越来越多 今天多达了20艘军舰 这是非常危险的 台湾也派出相当多数的军舰 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坚持 监测、对抗、驱逐 这样的对峙为什么非常危险呢 因为中共用这种办法 可能够引诱台湾的海军 到他们的射击范围之内 我们知道中共海军的导弹 射击的距离、准确度都不及台湾海军 但是中共的海军数量很多 所以它适合于近战 近战一来导弹 这个准确性大大增强 二来炮火都能够进行射击 所以说中共用这种方式 可以每天出动大量的海军军舰 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如果台军与之对抗只有几百米 或者甚至更近的距离 即便是有几公里 那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中共就有可能随时发动进攻 这种进攻可能是触不及防的 因为一旦台湾的海军被摧毁 那么台湾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屏障 台湾的防守依据两点 第一个是它的空军 必须要有足够的优势 F-16是能够做到的 第二就是它的海军 F-16可能遭遇到中共 大规模的导弹攻击 轰炸甚至机场被炸毁 F-16恐怕要有很多被困住或者被炸毁 如果海军再被摧毁的话 那么中共就有可能动员数百万军队 在台湾各地登陆 而且能考虑到台湾现在的内奸 第五重队那么多 台湾就非常危险 据了解中共最近可能在锦罗密 鼓地策划侵略台湾的行动 虽然说美国国防部的评估 是中共目前还没有动静 但是中共它是一个 就是说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时判断的 或者预估的那么一个机构 它就像一个黑帮样 老大今天做出决定 那今天夜里就开打 你得不到什么消息的 就是说而且中共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善于隐藏的组织 所以说世界各国的评估 对中共在这一点上都是不靠谱的 我们就看看中共的头目 最近有十天都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 他们像毒蛇一样的 不知道藏在哪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评判 它的主要在一起的谈论的对象 也就是台湾海峡 也就是说他们随时可能对台湾海峡 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势 从而破坏台湾目前的这种平衡 进而大举的攻占台湾 据说这些中共头目 目前都在北戴河 北戴河一直都是中共的巢穴 那个地方游泳中国北方罕见的优美海滩 一到夏天的时候游泳非常方便 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 到了那里我才发现 95%的海滩都被所谓的中共头目们占领了 留给全世界人民的 只有大概5%的海滩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而且我有一次曾经试图游泳到他们别墅去 就是所谓中共头目的 结果立即就用摩托艇过来警告 让我回头不能再前进 否则就要对我进行逮捕 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 普京现在坐镇索契调动十万大军 准备与乌克兰对抗 我们知道普京前一些日子 跟埃尔多安在索契举行了多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这两个家伙都是老狐狸 他们都是民主世界里面的独裁者 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利用民众的愚昧来当选的 民众的愚昧有时候会把民主制度演化 就是让民主制度就显得可笑 比如说希特勒、莫索里尼都是靠民主制度当选的 但是他们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样埃尔多安一个农民工 他靠着所谓的土耳其人民的爱国心情 或者热爱传统的这种情绪当选为总统以后 他就开始打击政敌 跟普京的路索是一样的 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就是大家发现他们是个骗子 但是想要下贼船就已经来不及了 普京是这种情况 埃尔多安也是这种情况 普京现在待在索契近期不走了 据说他要亲自部署作战 就像他曾经亲自部署了第一阶段的莫斯科战役一样 而且外界评估 普京可能命令俄军攻打尼古拉耶夫 这样就能够摧毁乌军的火箭炮阵地 这样就使得乌军没有办法再威胁 什么像安东诺夫大桥 斯基大桥 还有诸如此类的 就是赫尔松跟后方的联系的交通线 这样就能够保护赫尔松的俄军 但是能否得逞很难说 因为任何军队的进攻 首先他总得越过地捏伯河 地捏伯河现在的桥梁 基本上都要么是被乌军摧毁 要么是被乌军炮火覆盖 就在今天 就在普京策划准备进行反攻的时候 地捏伯河上面的这两座大桥 就是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还有另一个大桥 也都遭到了火力的攻击 就是卡霍夫斯基大桥 这两个桥梁现在都被打得破破烂烂的 不能走 乌军其实能够有能力 彻底摧毁这两座大桥 但是毕竟是乌克兰的国有财产 乌军的心疼 他们只想在桥上面 炸出一些洞来 让车辆暂时不能通行 然后将来等乌克兰占领了赫尔松以后 还要修补这些桥梁 以便继续进兵格里米亚 所以说乌军都是炸有限的洞 而俄军最近一直在弥补 可惜这最近一个礼拜弥补 还没通行通车 结果又被乌军再次炸毁了 由此可见 俄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还有消息说 特务出身的普京亲自部署 又开始了一些准备在乌克兰内部 暗杀国防部长 情报首长 还有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方案 据说这些嫌犯如果成功的话 杀掉一个目标可以得到十万到十五万美金的这个奖赏 普京是特务出身 他最惯常用的这种是下山赖手段 幸亏呢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情报部门相当能干 目前呢 已经逮捕了一批刺客 俄罗斯国内呢 更传出一些有比较好笑的事情 那就是俄罗斯现在开始拆解一些这个喷气式客机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他从西方进口的 比如说这个空客飞机 还是他自己的所谓苏赫仪超级喷气机 都严重依赖国外的零配件 也就是说没有国外的零配件 他这个飞机没有办法进行维修 因为有些那个配件呢 是要经常更换的 所以说呢 现在俄罗斯怎么办呢 那就开始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甚至呢 据说呢 有一架新兴的 这个矮350空中客车 都被他们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飞机 急需要这架飞机上的零件 有人估计呢 俄罗斯的可能要大规模的 开展这个过程 现在俄罗斯的空中客机呢 大概有一半都不能起飞了 因为不是缺制 就是扫纳 最后呢 他只能想出办法了 哎呀 把这个飞机上的零件拆下来 控那个飞机 比如说 两架拼装一架 或者三架拼装一架 反正最后 俄罗斯的这个空中运输能力 基本上会消停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呢 它的 范范而言呢 它的技术是非常落后的 就99%的技术领域里面 它是一塌糊涂的 过去苏联时期呢 它还拥有 比如说它控制住东德呀 像捷克呀 还有波兰啊 这些重要的工业国 可以呢 从它那里面 从这些国家呢 订购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配件 就包括乌克兰的零配件生产 实际上都比俄罗斯要先进 但是呢 等到这个苏联 瓦解以后 俄罗斯呢 它自己呢 没有能力生产这些零配件 它只能长期的从西方进口 而现在西方的这个制裁呢 是非常严厉的 你比如说 就拿空壳飞机的零配件来说 虽然说中国伊朗 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 它也愿意向俄罗斯出口 但是呢 这些飞机呢 它都是 这个西方都是有编号的 这个零配件 你要是敢拿过去的话 西方很快就会知道 因为这些零配件 你动用 你必须要跟它联系 比如说波音公司的 任何一个重要的配件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被使用 你都要通知它 为什么呢 你不通知它的话 它就对你就不保险 就是说呢 你出了事情了 它就不承担责任了 而且它会追究你的责任 所以说呢 即便是中国都不敢把 这个空中客机的 这个也就是说 大飞机的这个零配件 出口到美国去 当然中国也能进口 生产一些零配件 俄罗斯也能生产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行的 第一质量低劣 第二呢 关键配件呢 根本就不能够使用 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大飞机 仍然那么久了 到现在都不敢上天 都不敢成为这个 这个主要的这个运载工具 中国还在疯狂的购买这个 美国的波音客机 或者欧洲的这个空中客机 就是因为技术实在太落后了 但是当时就能够使用 你自己能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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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么多一件事 这个好处的 好处的